Hello,今天我要出趟门去见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樊登老师 然后我现在准备化妆 化妆之前呢,我跟大家正好分享一下 不同的防晒霜它的一个涂抹方法 因为我发现好多人它上妆不对 然后就会导致一些搓泥的现象 化学防晒霜呢,它里边没有什么粉质 所以不用贪心这种搓泥的现象 作为化学防晒剂,它的质地算稍微稠一点的 比WLab的那个要稠 但是它要比纯物理的防晒要好很多了 就算是很滋润的了 还有一点,如果大家要用大成品防晒的话 涂在脸上其实是不用之前去涂乳液的 它里边有很多的保湿剂 就是你可以直接拿它当做一个乳液 顺着一个方向,把它均匀的带到就可以 它这个质地就是刚涂完的那一会儿感觉油 你过一会儿之后吸收了,成膜之后它就没有那么油了 等没有那么油感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再上妆 我们这边脸用物化结合的 物化结合顾名思义,里边有物理防晒剂,也有化学防晒剂 大概用这么多量,然后也是在手上涂开 涂开之后呢,横向这样去磨 记住啊,一定要用一个方向 来回这样揉搓一个是会破坏它的成膜性 再有呢,像物化结合的这种防晒剂 因为里边有物理防晒嘛,物理防晒它里边都是有一些粉质的 那恰巧如果说你前面用了一些一种带有胶质的护肤品 它就很容易跟粉质搓泥 当然这一款啊,它已经算是搓泥率非常非常低的 你像我这样沉没之后怎么搓,它也不会有这种出泥的情况 然后肌肤未来的这个啊,它也是有16种的保湿剂 也就是说你拍完水之后,直接去用防晒剂就可以了 不用再用其他的乳液,保湿效果就很好了 最后呢,再来说这个物理防晒 它的这个质感就能看得出来吧 明显比刚才那两个要稠很多 涂在皮肤上,其实如果在后边加一些化妆品什么的 其实很容易会闷痘痘 所以如果说你是特别敏感的那种肌肤 必须要用物理防晒的话 那后边我不建议你化妆 因为对皮肤来说也是一个负担 然后物理防晒涂的时候也一样要注意 就是尽量顺着一个方向涂 因为它里边同样也是有粉质的嘛 粉质它就有这种搓泥的风险 不过这个大成瓶的物理防晒还好 就涂在胳膊上没有出现自己跟自己搓泥的情况 上妆的时候呢,要稍微用力按压下去 然后晃个地方再按压 不要这样拉扯皮肤去 要不然就把那个防晒霜的膜又给破坏了 还有说一下这个气垫又补到货了 上次没有拍到的可以去拍了 这个气垫它也是带有防晒的 是SPF50加加上PA4个加号 其实防晒能力也是不错的 但是你不能只靠着气垫来做防晒 你还是要用单独的这个防晒霜 好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容易出汗嘛 定妆然后就铺一大堆粉 这样铺粉呢,一个是不太清头 再一个就是它的粉如果铺多了 会跟你之前那些护肤品啊防晒啊 它就会成那种晕妆或者是卡纹卡粉的那种情况 所以散粉上的一定要清头 就保证一个干而不粘就行了 像我一般用粉铺的话 我都会先在手背上把它打一打 让那个散粉打出去 然后薄薄的上一层 而且我一般只上在容易出油的地方 像眼皮的位置 然后眉毛 还有鼻子 脸颊比较干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就不会打 如果你要是控制不了这个粉铺的量 你可以用那个散粉刷去上 就是用刷子上那个粉也会比较薄 进入穿搭 里边是这个丝光棉的T恤 到打底穿 它是圆脸的这块 然后底下配了一条健身裤 这个健身裤是瑜伽裤 身边搭了一个大一点的衬衫 然后配的是这个米色的包 老板 赶紧参加 听到没有 来参加 摸摸套 你的能力能够起到一点点作用 太差的人估计也赚不到钱 能力呢差不多 就比如说我做梵灯读书 总是有人后来问说 梵老师你们是怎么做成的 能不能够给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终于见到梵灯读书 终于见到梵灯不仁了 因为我也自己是那个梵灯堵路会的用户 之前也跟大家安利过 听他真人去讲的 今天讲的是这个反脆弱 然后还发了一本这个书 反脆弱大概讲的就是说 人应该怎么在这种 比如说脆弱或者危机当中去生存 或者寻找机会吧 就可能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也对比较困顿的人有一些指引的作用 听完了我觉得收益还是挺大的 回去我会再把这本书好好再看一遍 不过现场我发现听他讲 不如我自己在家里边听他讲更专注 像现场我看着他人在家 然后现场环境有好多人特别容易分神 听着听着就想别的了 所以我决定以后还是自己在家安静的听书吧 其实这个软件对我来说 我还是真心的再给大家推荐一遍 就是像我们平时 如果要是不能专心下来读一本书的话 去泛泛的听一些知识 还是挺有用的 即使可能读不到那么深 但是它大概的概念你能了解 如果你特别感兴趣的话 再去看书这样效率会更高一些 像我之前说的这些理财官啊 或者是关于友谊啊 关于亲情啊 或者关于亲密关系 有很多的认知都是从他的介绍的书里边 我得到的 我自己觉得是很受益匪浅的 真心的分享给你们